最近几年,佳子音在网上非常流行,这种佳子音就是夹着嗓子说话,让声音的声线变得非常细,非常嗲。 当然,佳子音需提高声调,再加上少许鼻腔共鸣,有些人爱听,有些人反感。 我买了个小蒙青,听一下下面这段佳子音,你们有没有想揍她的冲动? 我目前没打啥露脸的,因为怕癌症,好多人说我家的脑子疼,要把我小子里的拖鞋打出来。 接下来再听听家诚的读曲。 你喜欢这样的佳子音吗?欢迎评论区留言。